五龙五思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 五思现今已经迈向体育项目 希望它继续的发光发热 和追求让社会变得美好的理想 坚持到底不放弃 你好 我是Jaker 贾科伯 在华人区的东南亚 五思一直是广受欢迎的一项民间活动 无论是节日或集会庆典都会以五思来助兴 但是你知道吗 精致威武的师头 制作过程中虽然看起来只需要四道工序 那就是扎 扑 化 装 背后需要的是繁杂而细巧的手工机翼 那今天吉言吉语就带你去深入了解 五思这一项民间艺术 大家好 我是容妮 我在12岁已经开始制作五思了 我是阮景彭 我是萨拉业中国五思建设业 农师团里面的总教练兼理事会的财政 当初会接触到这个农师 是因为从一场表演的兴致 然后对五思慢慢产生了一个兴趣 在我们的这个萨拉业或者是马来西亚 有分别的很多种师头 比方我们说是南师 北师 客家师王 或者福建师王 赫山师的派别是讲说 赫山师举巴表间 额头一个前脚 然后舞起来的性质会比较刚柔 而佛山师呢比较大 然后比较凶猛的武法 举巴会比较翘 额头会比较高 而且是一个尖角 通常呢就从师舞的时候 都是以有功夫抵制的 来用佛山师 你说在五思方面 女生的话 它是一个没有很大的问题 包括我本身的这个师团 都有女生 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兴趣 你都应该参与五思 不是说现实只有一个女生 可以舞还是不可以 以传统的西式来讲是 女生可能是不可以动五思 包括不可以舞师头或者是尸尾 可能可以打古罗巴 不过现今的时代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约束了 所以女生还是会有的 没错 现今舞师不止被略为运动项目 同时也颠覆了男性专利的印象 虽然说五思头需要耗大量的体力 如今女生舞起师头来 也是价值十足 那一般市面上的师头 究竟有多重呢 其实舞师的轻重 并不在于说好看或是不好看 以前的舞师是十多厘米以上 所以现今的舞师才5.5厘米 这个差别是以前的师头 可能是舞者 他们有一个功夫抵制 或者有练舞术 现今的舞师 可能舞师者 可能他们根本都没有 那个舞术的班底 跟舞术的技巧 所以舞师的轻重 是在于每个舞者 自己放下来的心态去研究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法 要怎样去表达 你讲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跟这个普通在 我们在新年的舞法 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普通用法的话 我们就要做成比较抗用 就是它的指扎 可能比赛的是用三层 它的叫用六层 在比赛当中 我们尽量放薄 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 减轻它的压力 然后在这个 它发药发挥的时候 就是会 当然是会比较好看 话说回来 五十十余民间 跟文化和习俗 脱离不了关系 人们相信 师头需要开光点睛 手艺需要传承 当代诗人不得不思考 如何将这门艺术 发扬光大 毕竟五十 它是经过一个 隆重的开光点睛仪式 就是我们用这个老浆 然后朱砂 或者是鸡血 这三种东西 把它组成起来 把它点睛 然后在点睛的时候 必须要用 找我们的前辈 或者是 在社会上 有名气的人 把它点睛 通过武师来采清 把那些不好的音器 全部采走 把好的一面带来 这个我就非常不担心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诗人 因为在一个诗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非常喜欢 用纯手工 所制造的诗头 就是说 把这个竹或藤 把它绑起来 砸起来这个纸 然后又纯手工的这个画工 就是它非常有那个艺术 妙的感觉 俗话说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武师 有武师的地方 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武师给人一种霸气 和威武的感觉 古人认为 它可以缺邪必胸 深入了解之后 我发现 它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 期许将来的将来 武师或优秀的传统文化 不会被科技和位置给取代 依旧保持辉煌灿烂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食言之语 我们下次见